大家好,我是Sarika 9月24日沙田馬場夜賽 上演八場精彩的賽事 備戰要決,當然要勤力 而且要細心分析數據枉織 我自問就不夠細心了 所以我靠Race Simulator 幫忙備戰心水場次 那就輕鬆了 雷神莫雷拉開季首風很順 這次賽事有多分實力助劇 其中列陣第七場三班千四米賽事的 百姓不厭 上季在四班已經兩度勝出同程賽事 今次星班再跑贏馬途程 雖然實力評級上只是屬於中油分子 但狀態非常好 不知給Race Simulator 怎麼看他的增盛機會呢 你看,這部什麼時候? 出得多齊 前面快點是時裝精英 家應小子塑咖啡,你好嗎 和珍珠有利都出得快 接著就是軍工敬彩 百姓不厭暫時是拍著超彩 齊齊在外檔游到你 之後還有爪王飛電 在尾暫時就拍另樣樣 開始進行這彎 沒有速度很慢 家應小子太慢了,忍不住了 索性自己帶上槍領先過幾碼位 時裝精英是貼難第二 索咖啡,你好嗎 在外檔拍到上來 珍珠有利服在內蘭還沒動 過幾碼位之後就有軍工和敬彩 對,百姓畢業在外檔過超彩 上了D 這隻爪王飛電 在尾還是彭力揚揚 進來最後直路 前面家應小子 一騎領先四個馬位 暴衝這麼晚後,哪裡很難追 時裝精英,索咖啡,你好嗎 全部開始騎了 內檔攝上來有珍珠有利 競彩和百姓畢業 拉出外檔衝 不過還輸很遠 最後二巴米 前面家應小子 果然依然領先四個馬位 後面索咖啡只有追字 外檔競彩和百姓畢業 攤上了,看看追得到多少 前面家應小子走勢 雖然有點主張 但還帶著兩個馬位 看來可以贏 後面爭地看看是索咖啡 或是競彩 過了點家應小子第一 索咖啡第二 競彩後上第三 百姓畢業直路 雖然重得很厲害 但早段躲得太厚之餘 步速又慢 最後哪場莫及只跑第四 除了Race Simulator的形勢分析 其實我也有點意見 跟剛才有一點不同 好,好嗎? 百姓畢業上季 雖然只贏四班賽事 但兩次贏馬都附綁不輕 而且還要排外檔起步 不要忘記他上季只是三歲 有這樣的能耐,質素肯定不簡單 今季踏入四歲 隨時會有大幅的進步 所以我將他的能力評級上條 其他對手方面 一號馬家應小子 上季尾也連揚兩掌 但他在季前試襲的表現 只是一般 我擔心他休息後 狀態未回復 所以將他的狀態評級下調至B 另外,由於這場前領馬不多 曾經試過用萬方戰略 贏馬的競彩 今次可能會再次採用前領戰 馬上再看看吧 你背景時,出得很齊 前面快點是競彩和時裝精英 家應小子,索咖啡,你好馬 不是珍珠友,你也出得快 百姓不見拍攝軍工超彩 齊齊,我當是游緊來的 之後還有爪王飛電 在尾暫時彭力揚揚 開始銀氣彩,步速正常 競彩在前面領先過幾馬位 家應小子忍不住,上到第二 時裝精英的貼欄拍攝索咖啡 和你好馬 白姓不見拍攝軍工開始動 之後還有超彩爪王飛電 在尾還是彭力揚揚 進來最後正好 前面家應小子急不及待 過了競彩,透出了 時裝精英,索咖啡,你好馬 全部開始騎了 內檔攝上來有珍珠友來 白姓不見拉出大外檔衝 不過還在輸很遠 還有200米 前面家應小子領先兩個馬位 競彩仍然捱在第二 索咖啡,白姓不見分從內外檔衝上 前面家應小子走勢有這主要 這時候白姓不見分從頭 好像飛將軍般從天而降 內檔上來就索咖啡 過終點,白姓不見第一 家應小子第二 索咖啡第三 軍功後上第四 還沒下載賽馬達人 可以透過以下這個網址 又或者QR code免費下載 下載的 就立即調較心水數據 預測賽果 你也可以輕鬆地做賽馬達人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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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